想吃麻花在家却不会做 眼镜此视频的老铁们呢 今天你们太幸运了 这不嘛正好 我家对门的亲亲 三婶的四舅妈 她家就作业做麻花的 知道我也热爱面点 这不嘛就把配方给我了 下面就把叫声分享给你们 首先呢咱们大碗中 倒入500克面粉 加入5克酵母粉 这个白糖啊我放了60克 喜欢吃甜的多放点 挖个坑打入一颗鸡蛋 再倒入25克食用油 40度以下的温水啊 倒入180克 用筷子调成棉絮状 搓成这样的光滑面团 放在碗中 盖上保鲜膜 饧面10分钟 饧好的面呢放在案板上 搓成长条 用刀切成相等份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搓成细长条 档头上劲 抖着点啊 这咕噜我也不知道咋说了 你多看几遍 就是这个手法楼铁 最后啊给它拧成这个形状就行了 把木做好后放在案板上 戴上保鲜膜醒发两倍大 吸成油纹 放入锅中 炸的时候啊 用筷子心翻动 拿好控油捞出就行了 哎呀我的妈呀 你啥也别说了 你就瞅着这麻花 有没有食欲就完事了 你就按照我的教程 阿月姐上老丈人家 还送什么月饼啊 滴了两麻花去就得了呗 最后啊双击收藏我的做法 就是照屏幕怼两下 别想做的时候找不着我啊